空翻蛙,我是战国导游月祥兵长 我是竹青辫之助 欢迎来到月祥的战国浅度旅行 今天是大年初五,跟大家拜个晚年 祝各位观众 心想事成,宏图大展,浮如东海,兽笔南山,龙马精神,日镜斗金,长命百岁 种子种子 好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聊聊 怎么办家康第三集的剧情吧 为什么金川市真不去救援家康 让家康一个人在前线扛呢 其实金川市真不是不愿意出兵 而是他在那个时候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话说金川、武田、北条缔结了三国同盟 有义务要去出兵协助自己的同盟国 在统峡间之战的四个月后 常伟警虎,也就是日后的上山迁信出兵关东 金川市真依照盟约调派了军队去救援北条的合约城 原本以为迁信大概等到冬天的时候 就会打道回府回到月后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分派军队去协助家康 没想到千姓竟然留在关东过年 公元1561年的3月 千姓率领关东联军包围北条的小田渊城 隔一个月在润三月的时候 千姓大摇大摆进入连昌的八番宫 正式继承了上山家 导致金川能够出动的部队 就这样子被卡死在关东动弹不得 根据史料记载 家康在四月的时候攻打吉良一招 虽然在大和剧第三集里面 没有说水野信源跟余大夫人是什么时候去游说家康的 但是如果从这个时间轴去倒推的话 大概就是在千姓包围小田园的这段时间吧 从统峡间之战到家康打吉良一招这段时间 家康带着自己的部下扛了快一年的战争 也难怪家康旗下的家臣会闹内讧 觉得金川家不会来救援了 金川市真也真奇怪 自己的领地失火了 还分兵去救北条 不过这样想就有点事后诸葛亮打马后炮了 如果金川市真不去救北条的话 搞不好日后会被北条或者是被枝田夹攻 甚至是被千姓跟枝田夹攻啊 那样子片名搞不好就要改成怎么办事真了 兵长那武田信玄呢 他不是也参加三国同盟吗 为什么不去救金川的小弟家康呢 还说家康不够格跟他见面呢 嗯就兵长所知 家康这个时候应该没跟武田信玄联络 这应该是编剧为了要让武田信玄提前出场 所以才写了这一段剧情 不过这一段剧情的说法 确实符合当时的社会观念 因为在战国时代 严格来说是士丁幕府的时代 当时幕府为了要管理各地的武士 所以他们非常讲究家阁的高低之分 例如金川议员 武田信玄 他们都是幕府认证的守护 他们有资格去管理一整个令治国旗下的所有武士 之年信长虽然他的家格严格来说不是很高 但是他靠自己家族的力量 已经快要统一整个伪装国了 所以被认定是拥有相同实力的人 所以根据史料才会发现 信长在这个时候 有资格去跟信玄提亲谈婚事 可是家康呢 他只是一个国重 也就是盘踞几个郡等级的地方强权 而且这个时候的家康 他还重属在金川的麾下 如果家康真的要跟武田信玄谈外交的话 也得先得到金川市征的同意才可以 或者是他要像支点信长那样子 掌握三合国境内大部分的领地才有办法 可是兵长片子里面一直说家康是三合国的领主啊 为什么兵长说他只是盘踞几个郡的地方强权呢 嗯其实这个是德川家后来的宣传手法 因为三合国受到地理的限制 长期以来分成东三合跟西三合两个大区块 家康的祖先活动范围大概都在西三合这一块 虽然家康的爷爷松平清康曾经一度打赢东三合的其他国众 但是家康的爷爷被暗杀之后 那一些三合国的国众就自由放飞了 到了后来家康的爸爸松平广中的年代 他跟其他的三合国众都重属在金川议员的麾下 所以严格来说大家的位阶都差不多 就算真的要说三合国自古以来属于德川 那也要等到家康打下东三合 改姓为德川跟朝廷申请三合手的事情了 所以不能偷换概念 认为德川家康后来统一整个三合国 就说他的祖先松平家 自古以来就是三合国的领主吧 所以只要听到有人说自古以来 都要先在心里打个折扣咯 兵长 所以也信源真的带自己的妹妹余大夫人去说服家康吗 老实说历史上面没有这段记录 在家都之后他决定改换方向要投靠枝田 他想要靠枝田当作他的后援去攻打南边的枝多半岛 但是这时候松平家是重属在金川家底下 金川跟枝田又在打仗 所以水野信源就让自己的妹妹余大夫人离婚 并且让他改嫁到枝多半岛的九松家去 藉此来里应外合拿下整个枝多半岛的统治权 所以也有历史学者认为 水野信源严格来说他不是枝田的家臣 而是跟枝田有对等关系的同盟势力 只是因为枝田越来越强大 所以后来水野信源的话语权就降低了 就算如此 对这个时候的家康来说 他的舅舅水野信源还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 而且在战国时代 说真的 牺牲人质也不是一个非常稀罕的事情 既然家康等不到金川家的援军 他也没有办法再独自对抗水野加上枝田的势力 所以大和聚才会安排余大夫人出场 让他去推家康一把 来劝家康牺牲自己的妻儿 选择投靠枝田吧 怎么听起来好像妈妈跟女朋友 都一起调到河里的故事呢 那么脊梁一招又是谁 为什么打脊梁一招 就是跟枝田信长交投名状呢 嗯 因为从家谱来看 金川家是属于极梁家的分支 极梁家又是竹梨家的分支 所以才有那句俗说 竹梨将军家爵士的话 由极梁家继承 极梁家爵士的话 由金川家继承的这种说法 虽然金川它是极梁的分家 但是金川发展的程度比极梁还要好 但是论备份论价格 还是极梁家的地位会比金川家来得高 只是大家族里面很容易发生家族内斗 到了后来 极梁家内部也发生了两派互斗 金川议员当时就是协助了极梁一招 让他成为极梁家的当家 所以在大和剧里面 极梁一招才会被当作是金川派的代表人物 水野信源也就因此怂恿家康 去攻打极梁一招 借此要跟金川划清界线 并且跟枝田信长表忠心 但是如果看史料的话 会发现金川市真其实不是很在意 家康有没有去打极梁一招 可能是因为西山河本来就是松平家的地盘范围 所以家康打极梁一招勉强还可以忍受 但是等到家康攻打东山河的时候 金川市真就不得不跳脚了 这一点是大和剧跟历史稍微不同的地方 但是老实说影响不是很大 为什么金川市真杀了其他的人职 却不对赖民下手呢 其实这件事情历史学界也有心说 我想这应该是下一集的剧情 我们就等到下一集再来说吧 关于怎么办家康第三集 老实说兵长觉得他终于回到大和剧的水准了 第一集跟第二集感觉有点搞笑跟历史 弄得好像两头空的感觉 但是在第三集就重新着眼 家康身为一个边境国众 到底要怎么样做选择的事情 其实当时的国众对他们来说 他们只是重属在大明的旗下 换取自己家的安全保障 如果战国大明没有办法保障国众的安全的话 国众就有权利去投靠其他敌对的战国大明 只是因为国众的这个概念 在封城秀吉统一天下之后就被消灭了 导致在江户时代的说法 经常都会把国众当作是战国大明的家臣 认为家臣的背叛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事情 但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战国时代的真正情况 所以要拿江户时代的武士的伦理观 去套在战国时代就会产生很多的冲突 所以就常常会有人认为 武士不是应该要忠心吗 为什么战国时代不忠心 其实不是忠不忠心的理由 而是国众本来就是依附在战国大明底下 得到军事保障 战国大明没有办法提供军事保障的话 国众本来就有离开他的权利 只是人职可能就会被处分 会有这样子的后遗症而已 在这一集里面 兵长特别赞赏的就是后面的这两段剧情安排 他一开始先让石川鼠正 还有九井宗次 直接跟家康说 三合国的武士已经对于金川家没有向心力了 大家不会再去管金川的死活 所以前段先讲理 然后接下来再用余大夫人再讲情 这种两段的安排方式 才能让观众去感受到 家康身为一个边境国众的苦闷 我想这样子安排是很好的 真的要挑毛病的话 大概就是白脸都是家康在做 黑脸都是其他人在做这个问题吧 不过按照剧情安排 这本来就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家康 怎么样变成统一天下的德川家康的心路历程 总而言之呢 兵长认为第一集跟第二集稍微有点混乱期 幸好第三集已经度过了 接下来就会看到家康会面临到更多人生的抉择吧 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啰 祝大家新年快乐 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月翔的战国浅度旅行 我们下周再见啰 我们下周再见